在娱乐圈中,陈好、王念、李嘉欣等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星,都在嫁入豪门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豪门的错,殊不知不管是不是嫁入豪门,女人一旦成为了母亲以及妻子,其实都要放弃很多。 而曾经的新女郎,黄胜一也在情定养子时,就渐渐从台前退出,成为了对方背后的小女人,时过境迁,如今两人感情稳定,孩子也生了两个,但初多年的黄胜一,也终于有了付出追梦的心思。 据悉,黄胜一本次将以唱作人的身份付出,而她最近也多次被放到多次出入录音棚,至于她的工作室方面也放出了她全身心沉浸在音乐中的高清照片,看来这位曾经的新女郎是要转型了。 这对于很多认识黄胜一的网友来说,都是有些讶异的,毕竟她出道起就是一个演员,而她的迎评处女作,也就是有着内地版,流星花园,之称的,红苹果乐园。 虽然黄胜一在剧中饰演的是心机女配,江琳达,各种破坏男女主之间的感情,但她那张满满胶原蛋白的脸,以及自带灵气的表演,还是让很多观众爱上了剧外的她,同时也让新爷将其从万千候选人中挑出,成为了,功夫,中的女主,野女。 而黄胜一也没有辜负周星驰的厚望,她在,功夫,中颠覆了自己心机女琳达的人设,成功塑造出了一个单纯善良得如同天使一般的女孩,而她那低隐隐欲坠的眼泪,打动得起只是,小混混,阿兴的心呢? 可惜的是,周星驰一手捧红了黄胜一,还让她荣获了金像奖以及大众百花电影奖的最佳新人提名,但两人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,甚至还未了解约彻底闹风,而两人的关系至今都没有改善,令人不得不唏嘘。 不过,黄胜一这位新女郎,与伯乐周星驰的关系虽然依旧紧张,但她却是与大学的,初恋,早就一笑灭恩仇了,甚至还去参加了对方的婚礼,而她的,初恋,不是别人正是二或乃爸贾乃亮。 说来,俩人在学生时代也是情投意合,是北影出了名的,校园情侣,只可惜随着,功夫,走红以后,黄胜一的心便不再居于校园的舞台,她几经犹豫之下,最终还是选择跟贾乃亮分手。 分手后,贾乃亮自然是难免伤心,甚至还一度低迷了许久,可万万没有想到,贾乃亮和李小璐的结婚典礼上,黄胜一竟然还会以好友的身份现身送上祝福,而这一幕也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 当然,可能是双方都有恩爱的另一半了,才会让这段往事被放下巴,不过还是很好奇,黄胜一去参加前男友的婚礼,就不怕贾乃亮尴尬,李小璐吃醋吗? 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